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堆积了这么多不同样态的工作 甚至是包含要来请警察维持我们超跑嘉年华的秩序 这些都是他们无端多出来的工作 我们基隆市许多重大的建设除了拖延之外 不然就是直接不做了 谢市长对于城市他没有愿景没有规划 如果再继续这样子混下去 在议会又就只会道歉落泪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的市政满意度就会持续的掉车 地方跟中央的职权都没有搞清楚 每一次他在基隆市政上做出的承诺 往往都是要人家为基隆量身打造 这表示谢国梁市长在做这份工作以前 连这份工作基本的游戏规则 工作职责范围 职长范围都没有搞清楚 这就是不专业的表现 民进党立委参选这问题议员 更指出不只是基层警察 近半年基隆市政府的人事移动就达150人 加上无端增加警员负担 像举办超跑嘉年华等 让他相当担心未来基隆治安要何去何从 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改善 把不该归给警察馆的工作 让他回归到他应该负责的单位的话 我想这个问题会持续严重 难道谢市府要让我们的远景 纷纷求去 纷纷申请退休 那接下来基隆的治安又该何去何从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呼吁 基隆市政府应全面检讨 改善基层远景的工作负担 才有办法留住人才 维护基隆良好治安 记者张启辰 基隆报道 而对于远景出走潮市长 谢国良召开记者会回应指出 临近的台北市跟新北市远景 都有勤务繁重加级 唯独基隆没有 他向内政部喊话 只要中央同意 他就立即编列远景的勤务加级预算 我们在谈警察流失的原因 主要是在没有这个勤务加级 因此我们在这一段期间 7月收到的回文 在3 4月的时候 我们就努力在争取 那我请问你 我请问内政部 为什么要卡基隆的警察 我请问警政署 为什么北北就可以自己编列 为什么我们基隆 自己愿意出钱 还不能自己编列 金融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 一开口就向内政部喊话 我们愿意来增加我们的预算 愿意来增加这个勤务加级 中央肯不肯配合 我再次说明 我们要的 其实只是要警政署 给我们一个绿灯 让我们可以比照六都 用我们自己的预算 来编列我们自己 基隆市警察 这个比较辛苦的勤务加级 但然而我们在今年的7月 收到了一个回函 基本上是打回票的 针对基隆基层援警 出现出走潮 民进党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市长谢国良下午也出面回应 今天的早上的议会党团的咨询也非常好 那我们就聚焦让基隆能够得到内政部的准许 可以来编这个勤务加级 我会马上的来编列 让我们的警察同仁跟双北一样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勤务加级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想聚焦一下这样的问题 大家方便一起讨论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替基隆的警察同仁 来争取更好的待遇 让他们就是警察辛苦 那个是一定的 是必然 我对他们衷心的感谢 他们的辛苦也造成了很多 市容跟交通环境的改善 自然也改善 现在只要基隆有稍微比较嚣张一点的 基隆的警察就追他到天涯海角 难道不是吗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给什么 是给这些基层警员一个适当的待遇 所以我再次呼吁警政署 尤其呼吁我们内政部林部长 请你给我们基隆警察 只要给我们一个绿灯 其他预算我们自己想办法 谢伟良强调 大家应该把问题聚焦在基隆远景没有勤务加级 他向警政署及内政部长林又昌提出了呼吁 请给基隆一个绿灯 让基隆自行编列预算 发给勤务加级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同样这件事再隔一天 基隆市长谢国良再度召开记者会 呼吁中央内政部给出具体的回应 请让基隆能够编列预算给警察 不然就让基隆升格比照台北 基隆市长谢国良 针对内政部回应的警察勤务繁重加级 提出他的观点与看法 希望内政部能够给基隆市一个回应 我希望内政部能够给基隆市一个交代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内政部的发言人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基隆市政府表示 类似基隆警力外流的状况 之前在新北也有发生过 后来也是比照台北的模式才能有效解决 十年前左右 其实在当时候首都繁重勤务加级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新北市也有爆发出警员离职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然后你不给基隆该给的待遇 说我们的繁重程度只有30分 说台北的繁重程度有三倍是90分 我想问你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吗 这个内政部的发言人 你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吗 所以我想既然民进党能愿意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就给我们该给的一个首都加级 现在说 现在本来说我们很忙 超10岁离开 那我们现在谈首都加级 又说原来我们的评分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繁重的程度 市长谢国良也呼吁内政部 面对基隆在首都圈内的特殊状况 请提出有效的具体解决方案 不然就让基隆升格 我还是很坚定的再跟中央喊一次话 加班辛苦的人获得加班费是应该的 双北都要有的首都加级 基隆也应该要拥有 要不然就给基隆一个升格的方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10月11号是台湾女孩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今年特别以基隆市消防局分队长林婉柔 及队员李芳怡 两人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并在正兵国小播放影片及现身说法 鼓励小朋友们勇敢实现梦想 翻转职场性别的刻板印象 活里来水里去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今年特别以基隆市消防局第二大队中山消防分队分队长林婉柔 以及第一大队仁爱消防分队队员李怡芳两个人 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并且在正兵国小播放影片也邀请主角本人现身说法 鼓励小朋友勇敢追逐实现梦想 当然如果在你们更大的时候 你们面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多元的非常广泛的 你们可能会失去了你们的方向 所以你们也要练习 找到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事物 去做练习 那如果说你遇到了挫折的话 你也要练习如何接受这个挫折 接受失败再好好地重新出发 10月11号是台湾女孩日 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别发表委托怀宇基金会拍摄 名为基隆女孩涌创未来的影片 在片尾社会处长杨玉芯 也呼吁社会共同提升女孩权益 翻转职场性别刻板印象 要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提供一个 在各领域当中让女孩们 都能够平等参与的环境 实场性别平等让你们一起加油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指派秘书江志强 以及环宇基金会总监黄子豪等人 都参加这场活动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更是有感而发表示 当年她的父亲就遗憾地说过 如果邱佩玲是男生该有多好呢 副市长邱佩玲鼓励现场的女学童们 大家都很棒邱爷爷的遗憾不会再存在 大家跟男生一样都会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 是亲友们的骄傲 邱爷爷跟我讲说啊 他最代的很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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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代的很害是 我如果是男生的多好 我以前都很努力 然后表现得尽量表现得很好 可是我爸妈就想告诉我说 如果你是女生的多好 我今天看到这个活动的很感触是 我父亲如果知道 仍然女孩子也会忽略偏偏 女孩子他日不失望 上午前一定要待在家里面 他会是一定要三成四个 只能做菜做败 他可以拥有自己的天地 我父亲一定会开心的 我觉得我父亲当时不晓得有这样的活动 我如果知道有这样的活动 我一定会跟他说 所以我今天会想的是 你们都很棒 你们有一些出野业的女孩 不会再存在了 所有在做的女孩子 你们可以对我们的男生一样 都是一样 是社会当中的交交者 是其中的最好 其实副市长的鼓励 谁说不是呢 活动现场除了影片主角 消防女孩之外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本人 消防局副局长王以英 社会处检任秘书陈淑珍 教育处督学郭嘉文 以及正宾国小校长王佩兰等女性的成功 就是小女孩们学习竹梦的最佳典范 也是越来越进步男女平权社会的具体表现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有一位来台20年 定居基隆的越南配偶 阮氏翠横 他创业作养生素食料理 推广家乡的好味道 他本身也经常演出台湾八点档戏剧 让不少粉丝慕名而来 一头利落短发皮肤白皙穿着围裙 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但老板娘看起来怎么有些眼熟 越南籍女星软式翠横 不仅会演戏还擅长做素食料理 台湾的芋头很香很香 重点呢就是这个这一锅煮完成了 我们要加一个东西 台式越南咖哩 将芋头马铃薯香茅放入锅里 加入咖哩 真正香气立即扑皮而来 一锅热腾腾的南洋素食咖哩就上桌 越南的料理跟台式的差别就是它的香料 比如是我们的越南的料理会有用 香茅啦还是香菜啦九神茶 就是让它可以那个香料浓浓的 还有一些比如是咖哩的话 我们会有用椰子姜还有香茅 就是炖味道就是跟所有 全世界的咖哩都不一样 来台二十年定居基隆 除了演戏之外热爱素食料理的他 将一道道家乡美味 精心改良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希望让喜爱素食的朋友 能够品尝越南料理的美味 因为越南是属于比较 甜的 咸又甜 所以我在台湾的话是比较清 比较淡 那我会调 有没有那么咸 也没有那么甜 这可以融入台湾的 台湾人的口味 不能太甜了他们不敢吃 太咸他们吃不下 我也自己也是有那个感觉 阮氏翠衡因为拍摄八点档戏剧 近期荧光幕上都可以看到他的演技 也让许多顾客慕名而来 第一次来法 比较偏向法国面包 烤起来那法国面包比较酥脆 口感满 然后越南春卷那种比较清爽 算是比较不会 可是有香茅的味道 还有咖喱的 很有家乡的味道 放下剧本 在餐厅里忙进忙出 凡事千里轻微 虽然经营餐厅不容易 不过软式脆衡 十分珍惜 希望将家乡料理的好味道 和台湾人分享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读 木科解王的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 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 一次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法喜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在本车前 大奸前 到赞 订阅 转发 будут调音较 出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奠插座要使用 星期日 节奠天天是好日 星期三 星期三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我发现点冷气 看的太冷了 膛藏的绿管 不要固定清醒 电视音效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这电炮 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呦真厉害啊 哎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拒绝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味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来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吉隆市在今年底 将会进入超高零化社会 吉隆东区辅伦社特地制赠了社区共参经费 每个里三万元 给有二里定安里及泰白里这三个里 丰富共餐的菜色为长辈们补充营养 在老师跳舞带动下 吉隆东区辅伦社长张玉芳等 辅伦社友以及有二里长苏丘福 一起陪同有二里长辈们 跳健康舞互动气氛热烈 除了跳健康舞 有二里社区志工们也搬出看家本领 现场手工制作传统的超娃粿 邀请东区辅伦社长张玉芳和社友们 亲手制作以及品尝 大家都赞不绝口 由于预估今年年底 吉隆市将会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长者们的照顾越来越重要 因此吉隆东区辅伦社 特地在有二里办理活动 制证社区共餐经费 每个里三万元 分别给七堵区有二里 暖暖区定安里 以及中山区的泰白里三个里 丰富共餐的菜色 为长辈们补充营养 抛砖引玉 希望社会各界也一起来关心 爱心共餐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政府补助的经费 跟来用餐的民众 可能就是里内会有一些 经费不足的问题 就是关于爱心共餐 或者是设备需要换新贴供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次活动之前 我们已经有提前到 丁安里还有泰白里 还有设置这边的油二里 我们都有跟里长先商台过 然后知道爱心共餐 目前遇到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经费不足 或是设备需要更换 所以我们这次也就决定 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油二里 然后丁安里 还有泰白里三个里 我们来进行我们的 那个捐赠我们爱心共餐的经费 每里个三万元 希望可以提供 比如说提供长枕家菜 在菜色上更加丰富 或者是跟就是可以太久换新 一些爱心共餐的厨房的设备 东区福人社的爱心 也受到三个里的里长和代表 有种感谢 非常好 对非常非常有帮助 那社会处那边也有一点 所以只要是感谢我们外面的社会团体 对我们公园祭典都有赞助 那相同的只要那么快乐 我想我们的长者一定就更幸福 因为作文西说 如果快乐和欢喜做出来的东西 才是最好的是真的 所以说再一次 感谢我们公园公园社 您的付出 感谢 谢谢 好 特别要我来这里 代表感谢社友们之情 也赞助我们泰白社区发展协会的共餐 这个我们很感激 活动结束后 有二里社区志工们也早已经展现手艺 准备好炒米粉以及鱼丸汤 作为参加活动社区长辈们的午餐共餐菜色 也欢迎福伦社来宾们一起用餐 而福伦社也在制证每位长辈每人一份餐盒 作为长辈们的饭后点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来看台北迪化街知名的老店老邪针 关怀弱势族群 推出了老邪针庙语巡回爱心米宝发放的公益活动 特别来到中山区的圣安宫大甲妈祖庙 总计发放了600户的弱势家庭 3600个爱心米汉堡 谢谢您的大名 不帅不帅一点点 没问题 记得我们就马上吃完要放冷冻 基隆盛安宫举办米汉堡爱心发放活动 由台北迪化街老店老邪针发起 一大早庙里排起人龙 民众领导爱心米汉堡 觉得相当感动 我就装早餐 我每天早上都装给小孩子装早餐 他上班的时候就放在电锅 我出去上班我就给他蒸在电锅 他要去上班的时候就直接拿来吃就可以了 很方便 真的 比那个人家细事的汉堡的那个 还要好吃 开心开心 怎样还欢迎 不欢迎 不客气来吃这个不客气 开销一些 为了保持米汉堡的新鲜度 冷冻货柜车直接开到三安宫广场 总计有600户弱势家庭受惠 发出3600个爱心米汉堡 感谢老邪真 在疫情三年前 他们就在各地挖放米汉堡 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社区和平里挖放 要谢谢他们 对关怀一些弱势的 在中秋节前夕 送米汉堡给大家 老邪真三年来已经走遍二十几个县市 全台三十间庙宇 发芳爱心米汉堡活动 首次来到基隆山公大甲 妈祖庙 让受惠的家庭相当感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市新一国小 好好吃喔 有辣 它的水饺很新鲜 所以很好吃 新鲜短片已成流行趋势 学会制作 就能秀出自己更能挑战自我 这个活动让我克服了 对陌生人讲话的 害怕的习惯 我要做这个影片的原因是因为 老师会在考完试的时候 带我们出去户外教学 学习的地方不能只限于学校 有时候要多出去走走看看 所以我才想要创造这个影片 让大家以后 可以出去外面走走看看新的世界 成果发表会上 还邀请到议长佟子伟前来勉励 新一国小在资讯渠道上的 教育领域超前部署 期望提升孩子的竞争力 与媒体试读能力 媒体素养的一个最重要的 培养过程当中 除了媒体试读 以及辨别这个假新闻 最重要我们要让孩子 透过媒体拍摄技巧 看见自己的影响力 也要让他们培养 公民行动的责任感 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出发 让他们培养 跟这个在地的土地连结 将来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透过媒体的影响力 来发挥更大的善的力量 新一国校荣获110学年 教育部国教署核定办理的 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学校计划 引领学生在未来的社会时代 发光发热 我们除了媒体操作之外 我们也希望在三四五六年级之后 学生从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家乡之外 还可以到我们的基隆市各地 去介绍我们的基隆 认识我们的基隆 然后希望各位可以每一年 都来看我们的影展 透过我们学生的眼睛 透过他们的作品 更加深我们对基隆的热爱 透过媒体素养教育 去展现爱基隆的心 以及让善的力量循环 提升数位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